詞曲 李宗盛 這個新段就是粵劇的節子戲《塞子驚風》裡面的其中一個動作 我這套衣服叫做披風 經常都會穿的 披風是已婚的婦人穿的 譬如秦香蓮等等 他們都會穿這些衣服 講起戲、劇情 每個人物穿起衣服都不同 譬如比較斯文 水咒很少落咒 一般都會將它齊齊整整地搭在這裏 行不動群、笑不露恥 這些是比較大家龜秀的演法 譬如剛才我所說的塞子驚風 遇到山賊追殺他 突然不見了兒子 一急之後就傻了 傻了的時候穿起這套衣服 已經亂動了 身段、水咒又要有動感 來表現他內心的彷徨、緊張等等 所以我們服裝是為戲曲而運用的 每個演員都好好運用自己的服裝、化妝、道具 來一起表現人物 這些是每個老觀都有自己的風格 而我們阿雙講起節目也會將這個 老觀的風格、老觀的故事 全部就是一一地向大家介紹 不如看看這一期有甚麼精彩的內容 說起粵劇的大老觀 他們的出處有很多 大多數是出自粵劇學校 譬如有廣東粵劇學校 即是我的舞校 有斬江的粵劇學校 有廣西的藝術學校 只是粵劇學校都有很多間 還有些是專門拜師傅 有些就是我喜歡哪個師傅 於是我就要跟他學 喜歡學舞打氣的 我就拜一個威風嵐嵐的師傅 亦都會成才 或者有些是世家的 有些是粵劇世家的 譬如他爸爸媽媽就是演戲的 所以他在梁胎裡 胎教已經懂得唱粵曲 你說多厲害呢? 我們老觀出自很多的方面 究竟這個老觀是怎樣的? 這個是魏佩儀老師 他不單止是粵劇老觀 亦都在粵劇學校 裏面教很多學生 譬如我 還有李淑勤、瓶霞等等 很多學生都是他教的 他就是教這個新段 而教政治、文化課 有一位老師叫做馬東生老師 馬老師就是我們八四屆 瑜伽校的同學的班主任 他很幽默、很風趣 不如我們一齊聽一下 魏佩儀和馬東生他們怎樣說呢? 尸 studio 魏佩儀 著名粵劇花旦 資深粵劇導師 他爽音甜美、音域廣闊 唱腔獨具蘑美 魏佩儀善於將教學和實踐相結合 在他的艺术和教艺道路当中 在舞台上索造了很多成功的艺术形容奖 马东生 广东粤剧学校文化科老师 他在校从教几十年 曾经教过李淑勤 蔣文端 荆霞 李慈商等几百个粤剧老观 见证了历界粤剧老观的少年时期 以及他们的成长 今集的阿湘讲戏 就跟你讲讲他们的故事 今天这个节目请来了两位粤剧导师 爆一下我们行内的老观 不为人知的故事和秘密 请来这两位老师 他们分别就是 这位是疑老师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银贵宜老师 这位是马东生老师 他们两位都是广东粤剧学校的导师 疑老师 马师好 你好 阿湘你好 是呀 康银贵宜师 最近你好回忆 又开了个个人议唱会 我主要是最近在十二月里面 就扮演了一个我和我的学生 一起的折子戏的欣赏会 主要是给香港龟秀的学生 加拿大的学生 回来和我们粤剧的老观 欧凯明 黎晋升和好几个 李秋元他们有一个艺术的交流 和他们一起同台演出 给他们一个艺术上的提高 和实践 都很成功 都很感谢广州的观众 是呀 挺有意义的 是呀 是呀 那我说回马老师了 马老师你好 你现在呢 你去与优劳 就享受人生了 很好啊 很悠闲 我记得以前你教我们政治的 是我们的班主任 因为我是院长八四届的学生 你笑一笑吧 是呀 因为我以前觉得你很凶 其实你对我们很好 你还记不记得阿湘小时候的东西 阿湘记得你就是潘如中村 阿湘呢 我常常去家房 你爸爸是一个教师 我很配他 我很服他的 他很专丝独仲 他很盲的东西 老夫子来的 他十足 我每次家房 他都跟我谈很多事情 不只是你的问题 你的乖 你的表现性 他还跟我谈很多 以前就是说 这么猛的事情 我走的时候又冲出村口 有一次 那只狗又很认真的 是呀 我们家的狗 为了送你 付出他去保费的生命 他又拖了孩子 哎呀 真可憐 这样呢 给车就车 是呀 这件事 我很记得 是吗 是呀 是啊 说起我 在月球 我很长时间了 是 我六四年 又来月球 刚刚你出生 是呀 爆了我的秘密 我已经在月球 两位老师对艺术的执着追求 在教艺道路当中 培养了全面的唱造念打的演员 是相当不容易的事 就学校呢 解散 解散时呢 是部份的老师 就去干校 应得查证 嗯 那当时呢 陈仲华校长 就偶尔通知我们几个老师 就去中学 嗯 支援中学 嗯 就去廣州大学附中 哦 有几个老师去了 是 一去呢 五七八年 嗯 那时候这个时间呢 就扮 红线女就扮了 好几个老师 就扮了个 清训班 五七月剧训练班 哦 五七月剧训练班 那有些什么人员呢 当时这个训练班 就是红女 曹秀倫 就是那班 就是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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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若红 就是这班 就是这班 那后来呢 就到了 八七 你们就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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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扮你们了 曹秀琴琴姐 那时候呢 我八七年 已经抽了 就是在深圳 那时候就回到月体校了 那时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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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将近畢业 演蓝马的时候呢 那时候呢 大律师教的嘛 那时候呢 我也有做示范 那怎么教过那位同女 时间很短 和她们想想一些心段 就跟着到你们进学 他们将近畢业 我们进学你就教得最多了 是的 那你们进学的时候呢 就要找个班主任 是的 那时候呢 那时候呢 就说 不如找班 我回来 那时候呢 中学 就说 很缺老师 嗯 是 但是月教呢 又说 要我回来 那时候呢 就要归队 所谓 一定要我回来 嗯 那当时回来呢 就跟你们班长了 是的 一做就六年了 是的 做到我们毕业为止 那说起呢 求学阶段 因为那时候呢 就比较顺学 所以呢 都是比好的回忆 那毅老师呢 就做我们的教器老师 是的 业务班主任 当时呢 就我和马老师 是最佳拍档 是 他就做这个政治班主任 我就管业务的 就是管你们排气啊 管你们学气啊 各式的分配啊 演出啊 就是跟着的 那我和马老师呢 马老师就很好的 他说 政治思想工作那方面 有什么问题呢 全部我搞定 是的 很安心 跟他们排气 管他们这个演出 那些是你搞定的 那我最初呢 就记得 那艺老师呢 就教我们木桂英了 是的 那时是我 和岑海雁一起做的 是的 当时呢 就自民级 李啦 海雁啦 阿永健啦 是啊 阿永健做木瓜嘛 是啊 阿柳冰做这个 陳柳冰 是啊 阿柳冰做这个 弩蛋嘛 做蛇太骨 是啊 我记得那时呢 其实每一个 就是你们现在呢 在社会上面有的成就 但是每一个 就是 老官都好 他经历一个阶段 在入学的时候 笑而求学呢 他的心理上面 第一个就很兴奋 很开心 是的 很憧憬的 我将来要做一个好的演员 我将来要 我自己也是做过学生 在乐剧校里面的 但入到学校里面 所以碰到很多问题 第一个就是 那个艰苦的学习 是的 因为你们初初 每个人进去 我记得 就 练功 碰到机功 这个 好像尹雄 尹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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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尹雄 他不是学木桂英 但他 因为我们学校是 同样一个 全面的唱造练家 的演员 所以 他们都要机功 我记得当时 那些老师经常跟我说 这一堂课 谁又哭了 是的 我们经常哭的 经常哭的 就来说 谁又哭 我说 是的 我自己也知道 是很肉赤的 因为要拉筋 抹一指 你知道大老师 和冯骨俠老师 那些武功老师 是的 坐到 他不管你们会哭的 卖墙 哭得快一点点 是的 经常来徒工 金堂课 你这个学生又哭 我说我知道了 这是一个过程 我说我也知道 是的 那其实 你们班的同学 我觉得 你们那一届的同学 每个都是很单纯 而且 诗音上面 跟老师说 都是比较 可以说比较 顺朴 因为在各地抽 很简单 所以我们老师教学的时候 我不觉得有什么 在诗音上面 有什么 就是说 经常要做你的诗音工作 反而这一点 我就觉得 你们各个求学生 都很 很向上 是 讲到教文化科 和基本功课的时候 两位老师 讲述了很多老观 在学校的时候 很有意思的事 说起 就是思想工作 马老师和我们做得多 是 马老师 就是负责一个文化教育 是 政治、语文、历史 那些文化教育 因为我本身在诗音 你是从事这一样的 我的历史是不业的 是 所以学校安排我 除了做政治思想 班上工作之外 还要文化教育 所以文化教育 你们是属于工中上的水平 政治思想、哲学、政治经济学 你们都学过了 马克思、明治的基础理论 都学过 你们同学的特点 就觉得 正如李老师说 一是纯学 二是求学深学 是 就是很纯 一定要学好为止 所以有时候 考试、复杂、文化科 都非常认真 有些灯关了 在厕所有灯 在酒廊有灯 你们就认真 有时候我们在匹斗那里 穿着电筒 马老师就说 睡觉 这是事实的 是 你们不来以后 即是你不来以后 我的心情都很难 因为觉得同时六年 你一走 谁知道 不定是老师 就要负责保育 是 后来就来很多人 李敏华 梁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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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坚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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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下一批就是 李淑琴 李淑琴 蒋文坚 勤下 赖勤下 现在曾小敏 彭庆华 通通 基本六年 六年 他们有些是三年 有些是六年 还有俊修湾 还有俊修湾 丁帆 丁帆 丑卿 丑卿 崔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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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小秋 好了 我们继续秘密慢慢爆 刚才你数了这么多名 这些老官 有哪个老官 有些事令你现在还记得 我先说 先说 我华卿说 华卿说 因为我招他人 当时我当学生科长 是 是 付得招生和分堅 他很贴皮 很贴皮 他一见到我都 华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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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招了 我就是那个杂合 点名 杂合 就是杂合 新生 准备 福士 初始了 要福士 就要在杂合 在排练场 一个一个一个典 我当时彭庆华 他在第二排 拔开人,击到我,你的朋友,我击到 我说华卿华,你也好什么 我说你站起来 现在在剧院,他虽然是大老板 我经过剧院,他说华卿说,站住 我真的站住了 华卿卿,干什么事?我回来了 对吗?是 曾小敏很认真 他听话 很乖 他主要努力的方面,曾小敏很努力 很努力 很努力 两位老师教导学生从来不默守成规 曾经多次被评为省的优秀教师 为了挖掘每位学生的钱质 更加细出了他们的混身解数 其实你们小敏的趣事很多 包括你们以前练功,打关斗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 有一次你们打关斗 做木桂英 演出的时候,王河仔 王河仔一个死勾 一个后空翻一落一条褲 整条褲 演出那一条褲 那时候你们演出木桂英 大破的门阵 你们每个学习都很认真 特别是晚上 每个都争取 晚上自修就去霸地方 是呀 排练场 你知道排练场 只有几个排练场 甚至有些在树荫下面 有些路灯的地方 自己都去自修 像尹雄 尹雄本身他又高 他练功他有些困难 咬腰 冯老师就常常说 他腰硬 但是他都很努力 就是你班的同学 给我的感觉 好像你做金鸡嶺 那个时候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排练场的时候 这个鸡弓 那我就说 排木桂英 你做木桂英 排完之后 他就说 阿湘排到木桂英之后 心断各方面都进步 全靠你帮我收拾 他说 下一个 他说 都要继续去握 因为我就觉得 你的手脚不是很容易调 是呀 我左手左脚 是呀 很有趣的 因为小孩子 包括现在有时候学习 你操兵 左右左就知道 但是有时 一上到那个方向 协调 比如 白搭 撑 但是你们很多时 白搭 撑 撑 就是有 总是差一点 那我就说 为什么会这样 我跟陈牟老师 这个 因为他是教你们机工的 我说陈老师 帮忙 我说 把阿湘的手脚 撅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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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硬着 到最后 你做了金鸡嶺 因为你的唱功 你的声音调点比较好 你们班呢 就有一个特点 个个呢 男子女子 好像阿蘭 阿尹雄 就是包括 阿健 阿銀英 都很声 阿銀英 阿雪兒 阿龍燕子 真的都很声 就是普通来说 就是普遍来说 你们比较云 就是那一班 那就是 将你们每个学生的特点 就要将你们 展现出来 是的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做这方面 这个同学做什么 我们都尽量 就是发掘她的潜质 是的 你说好像 进修班以前 梁淑卿 就是阿崔玉 就是阿崔玉 就是他们 那些 他们也是 因为他们是 劇团 就是这个送来的 那他们呢 就年纪比较大一点 但是大一点 之中呢 肯定因为我上 他们的综合货 有新拳 有这个 机工 那次综合货 叫做综合 是 那他们呢 又是会比较吃力 是 因为腰腿比较慢一点 他们年纪大了 是的 但是他们呢 就很聰明的 他们呢 就很懂得 我这一样 不行呢 我就希望呢 用另一方面 就是比方说 腰腿硬呢 他就在身段方面呢 他就尽量呢 就是自己去 弥补自己 又唱被调 在唱功上面 所以他们那一班 好像阿兴 他们出来那一班 你看到他们的声音 都比较好 比较好 马仙 你知不知道 为什么我会有点 左手左脚 你知不知道 你的左手左脚 本身就是这样的条件 本身我是左腰的 左腰 你本身是这样的条件 我只是学劍 学刀 我练了多久 有一次 舞台上的演出 踢势 阻挤 你怎么知道 你走进去再出来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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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只有这样 是呀 说到朱小冰 自然就说到掌文端 是掌文端 掌文端我教他的时候 他比较高大 是呀 这个人比较高大 他坐到后面去 但是掌文端讀书很认真 很认真 他文化程度又比较高 初中来的 掌文端 嗯 複杂功课 他是板上的 嗯 他很认真複杂 预讲 即是被 我们叫被火 预袖 他就叫预袖 给我们看看 嗯 他才对不对 嗯 对不对 嗯 学习非常认真 嗯 掌文端 那跟他香港演出的时候 所以他的表演跟他的文化素质修容 又很有关 嗯 所以你写这么多书 写这么多那些作品 这么多诗诗歌曲 和你的文化基础 当然跟你的灵感 你的误性 你的家庭教育有关 但跟你本人的主角力又分不开 都是全家马老师教育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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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课外书 我就很喜欢看课外书 这些是事实的 那其实我们班呢 有很多同学都很好的 穿过来说 是 阿尹有没有教过掌文端的 有 是啊 教器是吗 教器 因为阿端呢 入学的时候呢 正如马老师说 他呢 就大一点 嗯 但是呢 阿端呢 给我们的老师不单止我的印象 就是他是一个 就是很文静 压力是一个很文静 但是他那种误性 就是对艺术的误性很高 他很热爱这个艺术 是 就是那时呢 他曾经我听说 就本来有一些 就是超超的零的 是啊 是啊 超超的零的 那些学生就说 就是那些老师就说 修不修呢 这样 因为已经超零了 但我们的意见就说 哇修 是吧 就是说一句没听 你穿很难找得有一个 在艺术上 条件又好的 有声 有样 是吧 有身材 另外呢 最紧要他自己 就是那种悟性 是啊 而且努力 是啊 特别在后期来说 他很珍惜 学校的学习这个介绍 因为我教过他千里送金梁 活足孙虎 就是几个的器 就是我觉得他 他比一般的同学呢 他都是 就是比较很静心的 老师示范 他很勤奋 其实他们的班呢 你说起啊颜 初时呢 就是在研究上面 嗯 曾经呢 他读到二年级呢 就是彭木桂英的时候 曾经有一些 两三个老师呢 不知为什么教过他 就是可能你们 小孩子的时候 学戏呢 都是有一个问题的 就是随着那个年纪 就是那个 未开跳 嗯 两位老师不单止继承 和努力学习 传统的优秀粤劇艺术 还善于呢 广播吸取 抓紧一切机会呢 向京剧 选剧 困剧 等其他剧种学习 用实践创造出 多种表演手段 去塑造舞台人物的新形象 交给学生 那说一下我们的班 因为你最熟悉的 说一下陈海雁 陈敏彤呢 先讲阿Mai 陈敏彤 阿Mai个人呢 他又高大威胁 为什么叫阿Mai呢 就是因为说他大Mai 他很大隻的 大Mai 阿Mai个人 我上次都跟他谈过 他人那些 很有孝心 他对我父母也很好 他对同学也很好 我家房的时候 他在香港 他有两件新衣服 我说 我说 他妈妈跟我说 他不穿 他爸爸是买回给他 我说 他为什么不穿 他说 废话 那时候废话 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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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上楼梯 他站着 人家都落下 他还叫人早晨 阿Mai 很有礼貌 他很有礼貌 他这个人 他很有礼貌 读文化歌 他是很认真的 他是死背难背的 阿Mai这个人善于背诗 善于背诗 善于背诗 有时候 其他人都会问他 是吗 但是他在班上 他就不声 不气 但是他考试 文化过 他考试 他考试 阿Mai 是吗 那岑海难典 这个人我做过他 这个人 他做组长 是 女生组也是组长 我就说 岑海难典 你把同学表语 告诉我 因为每个学期 我写语 学校不是有评语 一个学期一次评语 那你只是叫人做二维仔 我不是原因 你是班长 你起码了解同学的同学情况 结果 他不跟我写 我转了他进去洗澡房 转了他一个上班 老师 看法 看法不可以 看法不可以 但是那时候 那时候可以 那时候 我说 你想清楚你才出来 哦 那后来他说 马老师 我写 但我们不知道 今天谈谈梁永健和钟银 梁永健和钟银 这对是天生的 又是天仙佩 我们学她 所以梁永健的身体 读书的时候 都很健康 但是偶然就得到病 那我就让个班长宿舍给他住 哎呀你这么好 对啊 我就去体道住 那他自己慢慢就调理好 调理好的时候 钟银应是喜欢体育的 喜欢体育的 是 以无求打得挺厉害的 那我说梁永健 你和钟银应陪练 参加运动会 他们成为夫妇 就是因为读书的时候 你撤头他们 有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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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可能性 有可能性 加了那份量 所以结果他们两个挺好 两个都很认真的 钟银应的家 我有去过 罗江 罗江 很多橙 很多橙 菠萝 还有文艳 一个村头的村尾 是 是 他两个当然是一对 他都 我们班一对 看上来他一对 有些其他一对 但是现在已经 再见逆是朋友了 都说危了先 有些什么要爆一下 是 是 其实他们班 你讲起阿颜 初时在月底上 曾经 他读到园职 即琴六菊英的时候 曾经有一些 两三个老师 不知为何教过他 可能你们小孩子的时候 学戏 都是有一个问题 随着年纪 未开窍 因为你们小 不是每个 好像 又没有基础 他又有一个不成 他小小 好像是 短这些 他小小 他一上到舞台 或者他老师一教了 他很快 能够接受 领辉 领辉 那时候眼睛 属于比较迟 年纪小 一个熟琴也是 你熟琴又迟 是的 因为熟琴到二年级的时候 老师都觉得他还没有开窍 那时候陈校长 他就有一个 总之还没有开窍 那些学生 他就狂来我做 你知不过是 是 是的 所以他说 你搞定他 他说 每个老师都说他 因为他两个有一个特点 两个都漂亮 眼睛大大 是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一上到舞台 眼睛大无神 一上到舞台 那些亮相 就 我又怎么 就是不知道去哪 不知道去哪 是的 就是分神的 他们一上去 这样就 眼睛的时候 那时候 所以我为什么 把他拉到木桂英 这个组 那我就慢慢 因为我自己做过学生 我很领会到 因为学生有时候 他一个个阶段 嗯 他那个时候 他未领会得到 未开窍 你怎样说他 怎样能够发挥他的潜力 必须你的老师 一定要很耐心 没错 还有要多给一些爱心 没错 两位老师说到 很多学生 从世对阅剧的情有独钟 纳致做一位 出类拔萃的阅剧演员 针对性教育 是的 你一定要在教上面 恩财私教 就是他存在什么问题 首先要找出这个学生的东西 因为他 阿颜和阿琴 都有一个 因为被老师说得多 他有时越说他越怯 害怕 那个心呢 我好像做这个动作 又不对 做这个 看那个又不对 就是他有时候 好像无所适从 所以 我在这方面 我就知道 因为我自己做过学生 我也是熊虎仔出身的 都是月下畢月的 就是我回来 大学生的时候 我自己就 就是 要在这方面 就是将心给己 就是我在学生里面 我碰到什么问题 我就知道 学生里面 他们会有什么问题 所以呢 我就 在这一方面 就是引导他们 给你信心 我说你最重要 就是上到舞台 你就要有信心 嗯 你不要把你自己 我是阿颜 我是阿 我是阿 我就是木桂英 我要演角色 我就是演角色 我就是英姿沙爽的 我自己就是信心 所以在后来 他两个的提高都比较坏 好 到现在都已经是 就是他们 加上他们一样 对了 岑海岩呢 他做学生的时候 就是中规中矩 嗯 所以我叫他写鑑定 要他把你们的课后表现 他就不敢说 他怕了 怕事 由于这样的性格 就形成他做戏 就是中规中矩 哦 这样 对不对 这些都是从他性格 希与其人 希与其人 但是岑海岩有点 他个人比较老实 他一只一二只 他不会说有什么其他 不是什么其他 所以他愁开眼 他就读书也好 做人也好 他就怎样呢 你叫他怎样就怎样 好 老老实实 是的 我们班还有很多同学 后育霞 嗯 后育霞 胡雪姨林燕子 是 林燕子这个同学 因为在我们班是比较大 他做班长的 他做班长 他配合我很大工作 因为我毕竟在家 在学校宿舍 那我走以后 林燕子就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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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学生的表演表演 琴 谁练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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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回来说我听 那些同学当然有意见 但他执政来做 一做一做二做二 所以陈燕子 我都叫他大姐 是 整个汪源泉 是的 胡雪兒就是做我们的生活委员 就是负责分水果 胡雪兒就是班长的成员 他就负责收饭菜票 所以他的名字叫貓妇 貓妇 負责貓妇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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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比較陽光 比較開朗 另外碰到問題 人家最有一個好 比如說老師說 阿湘你這樣做不行 你這樣做得不好 你就立刻改 所以你有一個打壓下 很多東西自己在心裡 比較內向 阿湘 李慈湘 我告訴你老師知道 你年輕的時候 家庭的時候又有你的坎坷 但是你放得開 看得開 放得下 這是你的本質 提得起放得下 這個你也好 阿湘 所以你成功 不要緊要 放我那些沒問題 家庭沒問題 你都看得開 我求學階段一定要學好 因為很多同學都不像你這樣 所以在車上 我剛才來的時候 阿湘比較坎坷 讀書的時候 突然就開了 已經萬同關 已經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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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經過了 現在就 因果 所以現在就好了 所以 讀書的時候 你還記不記得 你經常跟 李淑勤 跟阿琪 跟阿琪說我的故事 你講一下 就說 因為我上他們課 我要無神論者 不要畏心注意 實事求是 怕甚麼 我說李慈祥 他甚麼都不怕 我們那時月球 有人說 那個宿舍 那個廁所 有鬼 鬼甚麼鬼 我說阿湘 逐張門 逐張門拍 逐個逐個廁所門拍 他出來沒事 你試試把廁所說 人家的廁所 你們怕甚麼 害怕 是這樣的事 是這樣的事 是 很大膽 那時候說到梁玉榮 梁玉榮 梁玉榮為甚麼 考試作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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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一張紙 就好像時擔 就是郵票 抄了答案 還沒寫 還沒寫 他寫了答案 在時擔 即印票 好 準備作弊 我們就循 對嗎 你這麼活該 他剛剛去過位 就交了拳 他就空了 我們就坐他旁邊 坐他旁邊 不動 他又不作弊 又不作弊 嘩 激到他不得了 陳堅好嗎 是 後來呢 交了多少 他最後交了 我們進去 進來 教老鼠 去到教老鼠 馬老師 他知道你知道 私了八 私了八 馬老師 私了八 陳堅好嗎 是 說私也行 你今天就要好改正 注意 你很好 因為如果當著 一群人這樣 你說他作弊 他就很難 很難到台 陳堅好記得這件事 陳堅好 馬老師 很呼吸 這個 梁玉榮 當時他流到不業分配 看檢 他身體不好 我便說 女兒 你休息一下 陳堅先去吧 身體不好 他為甚麼 老是不怕人 我休息他 我可以 你休息一下 由於他有一個拼勁 有這種創勁的精神 所以他又來 看檢果關 看檢果關 這樣也不可以 看檢果關 他灰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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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覺得他好 因此他業務上 他業務上 他業務上很勤勵 阿藝你有沒有教過梁玉榮 有 梁玉榮 唱功因為他們是 魏徒的老師 但我呢 就想過他們的新段 就是跟他們 比如說 每一個唱段 有時教他們 怎樣表演 給我的感覺 玉榮是一個 又是很誠實 就是那個人 很穩重 他很穩重 很誠實 雖然小時候 他不是那些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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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就是很活活的 但他學習 他是真是 就是很用心的 他們的班有幾個 你好像敏華 敏華 另外是廉鐵 廉鐵就屬於靈氣 就是那類的 阿玉榮就屬於比較沉 就是比較沉實 阿譚廉鐵去了三藩茨 現在還有唱粵曲 他回去戴豆貼 他的條件又是挺好的 挺好的 他和紙喉 三喉 他做什麼都可以 是呀 他是女兒 是呀 是呀 三妻類 是呀 他們總之給我的感覺 在月劇校裏面 我覺得每一班學生 他們都有一個共通的地方 就是我剛才說的 入親來的學生 他們那個求學的心 都是很強的 他們同樣有一個目標 有一個夢 有一個將來來說 我自己要在舞台上 很想成材 是呀 很想成材 所以這一點是加一個共同的 但是當然每個學生 他都有每個學生的特點 你比如說 好像瓶霞 瓶霞在班 以前他也是小一點 他的接受能力 領會 他也是沒有護法的 但是他就有一個好 他的性格 又是 就是很開朗 所以他學到多少 他的姿勢就有 đầu 但是他也是很勤力 好像阿琴 阿琴它就默默奸雲的 我就感觉到这个孩子 他可能二三年级就有一个 觉得有些老师是觉得他不够好 接受能力和比较迟 他在后来我连续教训几个戏 别动观景都是我教的 在后面我就发觉他的努力 他真的进了很大步 经过啟发以后 一开车之后就是忠告神速 所以听说他在毕业当时 阿鵬哥就看中了他 说你成不过 他说你的学生 伸团成过你 他说他真的很灵气 所以一个学生 他总有每一个阶段 但是我总的一角 我都觉得在你们几班学生里 最有一个特点 你们那些人都是比较 就是我的学生 那些同学 比较尊师重度 这个我觉得 会比日间 我听语的 有些老师常常逃高 又说那些学生如何 又如何 又不自修 又逃学 晚上想着宵夜 有些什么 我有这样的事 我不是那时候 学校读书 是认真的 这点不得不否认 没有说傻比農聪 这样出来 万万会 都是认真 虽然我刚才说 陈建雄作弊 只是有偶然性 但是他总的思路 他总的人很灵 他为什么今次变得这么滑 你刚刚那个题目 他没有陪他作 但是他其他 你不出正他 你出正他 他 两位老师希望 用优良的艺术土壤 加上学生优越的天赋条件 对艺术的执着追求 能够造就出 唱造念打 巨佳的全彩 对 阿丁就是进修班 他进入的时候 他们那班我教过 我教苏小妹 不过我就不是教她那个戏 但是他们的演出 我都是跟他们的 阿丁他的感觉比 他真的进来的时候 他很灵气 他已经在做戏了 对他在做戏 但是阿丁有一样东西 就是那些画 他就经常 讲口白是经常 他有些香音 那些香音 我们的老师就经常说 这个小孩真的是材料 他一上台 他的眼睛很懂得做 对 他一上台 他总是有一种光彩 感觉很好 他的感觉很好 就是好像你们 阿麦 阿段 这些都是 一上台 他那种感觉 他就会发出 神采 阿丁他那个时候已经有 所以我们学校的老师 经常说 将他推荐去剧院 丁帆的特点是什么 他不但做戏好 他尊重人好 教他没有教他好 反而他见人都大招呼 老师好 很有礼物 老师好 这点也是立身之本 所以丁帆 他就懂得 丁帆老师 尊重人好 说到李淑勤 这个同学 你不要看他这样 他读书的时候 他很认真 学文化科 他从来的功课 都八九十分 他没有说 什么临急 我说背 他上台 眼睛听到你 写文章好 他的思路 李淑勤 他写文章的表达力 非常好的 很强 所以班里面 他也算是这样 这些同学 我总觉得 好的同学 出到来 在艺术上好的同学 都有几个特点 第一 在学校读书 是认真的 这些不得不否认 没有说 什么隆重 出到来 每一万万倍 都是认真 虽然我刚才说 陈建雄作弊 只是有偶然性 但是他总的思路 他总的人很灵 他为什么今次变得那么弱 是 你刚刚那个题目 他没有背 他都会作 但是他其他 你不出正 他现在很厉害 因为他们双声团 都是自己写作品 所以他是自己设计 剧本 小品 所以真的 需要很深厚的文学根据 是 所以你们好的同学 尖子 都是很学问化 其实你们作为老师 有没有说 别人说三岁还是八十 如果这一班学生 进来 你们会不会觉得 这个会成才 这个成才 有没有可以看的 你觉得 在等学上 我们都会看 都会看 真的吗 可能就凭那个直觉 凭那个等觉 因为很有趣 你一班小孩子 即是一班入学也好 即是在上了一年级 即一年级二年级 到他们一学戏 在舞台上 实浅的时候 一实浅的时候 就很快看得出 即是看得出 谁是苗子 是的 谁是苗子 还有谁呢 因为我们要分行当 我们二年级 就已经开始 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 他教他 就比较精灵 像银银 小兵这一类 做小蛋 做这一类 是比较不平常的 像Mine 这些 他可以说 他小时候 就有那种 即是好像你们那样 硬硬 能够担得起 即是在舞台上 即是能够 有份量的 有份量的 即是看到的 看到 好像端那次 我那时候就说 那件趣事 我有一次跟他上过 那我比较有一个外国的朋友 就带了一个西人 就说 他很好奇 即是很喜欢我们 民族民华 那很奇怪 那带来 刚刚我们在那里上过 和阿端 和几个 那次好像 瓶银银也有找的 那样 几个上等过 那他来找我 你们等一等 我说因为我没有在那里上过 那他看完之后 那这个外国的朋友 他居然 他从他的直觉 他说 哇 这帮女孩 很有中国那种 古典那种美 那种美 那种内涵 他说特别高高的 那时阿娟又高高的 他说真的很有那种 东方的那种美 他做出来那种 那种艺术很有那种 哇 哇 鬼佬都会看的吗 可能艺术是互通的 是的 是的 其实艺术文化这些 其实没有共通 没有国界的 没有国界的 就是他一感觉 是一种感觉 是的 他说这个女孩 他觉得比较突出 他也觉得 比如说 你示范到的身段 你示范 就是他一做出来 他说好像你的 即是他吸下去 就是他那个 无港能力 是的 这个无港能力 这些真是无国界的 所以正如我们老师也是 就是在二三年级的时候 我们尽量去发掘 每个学生的特别 就是这个学生哪个行当 这个学生哪一类学 就是比较好的 也有 我们有时也会鼓励一些同学 做多方型的行当 不要忽死自己 比如像你那样 阿湘 你学花弹 你又能够高马弹 嗯 那你就放得开 是吧 但有时呢 又会分一些 他们喜欢的角色 比如说彩蛋 没有人喜欢的 小小过 包括我以前 在学校也是 为何我能够 在以后 在表演上放得开呢 我有时 我又多谢我的班 因为呢 因为呢 他呢 那时候呢 就 现代戏 他曾经给过一个 打同楼我做 哦 你知道打同楼 那个是彩蛋 嗯 我不高兴啊 我说我都不是做这类戏的 就是 他说不是 他说你做 你想做一个好的演技 你必须是各方面 我们要传闻的 他说你 花弹得 小弹得 都马得 为什么你自己 放开自己 做多类型的呢 那我做了打同楼之后呢 我自己觉得呢 我在社会上面 一出到零的时候 我自己放得开 哪一类角色 我那是无论做的 数十年来 梁伟老师 将所有心血 倾注在粤劇艺术上 他们教授过 无数的学生 可以说是 桃里满天下 主要我觉得 我所列出这么多名单 都是勤奋 是的 如果缺乏了勤奋 你暗天中没有用 所以你看 包括你 你想 包括整班人 麦 阿端 都是很努力的 你记不记得 你们练功的时候 有霸鼠 霸场 霸位 都是练 晚上叫你们睡都不睡 早上一早就去 所以勤奋 勤奋 是立身的 九十九 至于天赋 聪明一点 IQ高一点 是一方面 最重要 保重 毅老师所说的 他如果不勤奋 你都是没用的 刚才我列出这么多人 都是勤奋的 没错 有句话 叫做 不是任何的付出都有回报 但是任何的回报 必须要付出 是的 所以都是 我不是说 好像你们班 不单止 你们很多 你成班人 你的男孩 好像秦玉强 好像湘哲 江爽 他们成班 王志明 我们的班 很努力 真的努力 是的 是的 他那时又是学部费英 又是学 又是藏棉策子 他担几个药权 是的 我总是觉得 每一个正面 也会所说 除了他本身的天赋之外 就是那个勤奋 那个勤奋 鼓励 还有他内心 就是那种 你们那种 追求 追求 和咸阳 为什么我这么说 因为我觉得 你们几班的同学 都有一个很大的特别 很专与总部 一直到现在 我们的老师 有时说 我们都说 他就说 你那班学生 因为八四届 我们做班 他说 真的很好 他说 见到我们的老师 他说 在街上也好 都很好招呼 打招呼 还有你们班会 同学会 都邀请我们园教 是的 的老师来参加 就是他们很感动 是 觉得你们出到去 他们付出 就是这么辛勤去 追求你们 但是呢 你们真的记得 还有阿琴 阿娟 阿琴 阿娟 好像他们也有请我们 就是请我们的老师 有空 叫老师出来喝茶 我作为在月靠 几十年 我的体会 其实月劇的轻和 完全是有可能的 关键就是 我们本身 一个老师的素质 一个就是教材 对不对 一个就是实践 当然市场经济是 这个是属于 这个当前的商品经济 月劇又低又低 但是关键就是 我们本身 爱在的本节 以及我们本身 爱在的灵弱 之从根本里面拿起 对 我们的月劇 培养好的人才 好的戏 一定会震兴的 最重要是有好的老师 两位老师 我们讲法四届的同学 我们明年已经相聚了三十年 都会邀请各位老师 我们搞一次大兴的 到时我们一起开开心心 好吗 好 好 也多谢你们 好 多谢阿湘姐 多谢你们的付出 培育了这么多的人才 好吗 好 希望两位老师 也多支持我们的月劇节目 好吗 好 好 多谢 祝你们健康长寿 多谢 多谢 提阿湘讲戏 品戏曲人生 说起炒生 真的要面子很生 舞台的表演知识非常丰富 要学的东西是很多的 他又要扮男的 又要扮女的 譬如胡不归的夫人等等 反串 或者是扮彩蛋 还有这个丑生 他有时还要唱梓喉 你说难度多大呢 好了 这个《利远艺坛》 不如一起听一下 张鸿萍讲下《方斤丑》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利远艺坛》 我是张鸿萍 丑局分为文丑和母丑两大类 今天我就为大家介绍文丑 其实文丑里面也有很多的分类 比如说方斤丑 之类很多很多的叫法 其实今天想说的就是方斤丑 因为方斤丑里面 就比较接近于小生这个行当比较多 而且很多戏里面都能够见到这类型的角色 比如说活足张三郎的张三郎 平雪变中的呂蒙症 还有林冲里面的高牙内等等都很多的 其实方斤丑除了它的外形 就多了一块豆腐润之外 其他就和小生是装扮基本上一样的 它的身段也是以小生为主 今天我就请来了佛山粤劇团的钟建勇 为大家做示范表演的 方斤丑 文丑中的其中一种 主要是扮演一些有文化的人 这些角色文质纷纷 但是就带些迂腐的酸气 头上带着一顶方斤 好似活足张三郎里面的张文远等 就是属于方斤丑 这个就是活足张三郎的造型 它头大方斤 其实它现在带的就叫腹鱼筋 腹鱼筋就是我们戏行里面 或者是特别是我们粤劇里面 一种称呼 它里面那种方斤 它就真的有些四四方方的 但因为现在就 从形象各个方面 稍为改变了少少 所以将方斤变了腹鱼筋 那么 红色的腹鱼筋 红海青 一般它的头大的和身着 和小生基本上是 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 都是这样 比如说一个小生 它一样可以这样大 这样穿 但是它有一个小小的差别 就是面上多了一块豆腐润 知不知道豆腐润在哪里 就是白鼻干这里 所以我们粵剧的观众 有时就说 哎呀 那个白鼻干 那个白鼻干 这个就是白鼻干 清呼就是这样来的了 它是在廊主护山 或是很难过 Ị当它有一个小的 这个小的 配夺 陈亮 就是白鼻干了 喜啊蓉蓉更貌傾盛 啊分得正啊方更勁 啊嬌更妙在 似若呀流还打 啊是病啊 慢慢去哄啊流 与歌女共欢情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 好啦 表演一小段先 其实张三郎这场出场 它有很一种的轻测 一种的可以说灰索的那种的心态 因为它刚刚就 好像它自己唱的所唱的 去了《洪流》 刚刚去《洪流》回来 被美女罐飘飘然 有些不好的心态 她自己的感觉很爽 很好玩 很过瘾 是那种心态 所以她出来的时候 背着想 她其实是很有趣的 因为个个这么多的美女围着她转 其实是贪荷包而已 所以她是很轻浮 很有趣的出来的 稍为这几下我觉得就有少少的 再可以突出少少 因为 比如说 1 2 3 她有那种轻浮 那种柔韧性 就是好像玉琴故众 玉琴故众是那种味道才行 不要说太过硬了 现在的手是比较硬一点 比如说 1 2 3 4 哎呀 美女啊 刚才抱着美女 个个都这么香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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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呀 年年 美花瓶 起呀 蓉蓉 更猫 聊啊 成 阿分白正 阿方更劲 阿桥更妙在 似若的流环 还芭芭 阿是冰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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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醜生這個行當 比如說張三郎這類型的方巾醜 其實它除了那種迂腹 那種有文質彬彬 這些方面之外 給觀眾能夠最大的感受就是表情外露化 以前有人說不能夠面譜化 其實我有自己一些想法和看法 因為你作為一個醜生來講 你如果說上到舞台 不能夠將自己的內心來表露出來 來愛化出來給觀眾看 觀眾可能有時一下子會看不明白 好了 今期的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我們下期再見 即是變相這個妹仔 相當於原果的妾侍 但原果就沒有正式給她一個名分 用現在的說話來說 這就是小三非婚姻關係 後來那個妹仔有了生忌 我們的廣州是一個歷史名城 有著豐富的歷史的建築物 還有很多歷史的遺產 還有很多民間傳說 又有西來初地 花地灣 又有大馬站 還有五眼橋 方川的五眼橋 它有個故事 好幾個博姻一起聽聽聽 各位老大記 歡迎收看今期的看戲廣古節目 上次廣古佬呢 就說了方川一處聖景 叫做大通煙語 今期繼續說方川 一條橋 這條古橋叫做五眼橋 說了五眼橋 背後有一段很有趣的故事 話說 在明朝的時候 廣州現步 有個圓外 就是姓李的 這個圓外 不是什麼大有錢人 不過小康之家 叫做有D 圓外 圓底又有老婆 她年紀大了 年紀老邁 體弱多病 故意 就請了個妹仔專門來侍奉自己 兩個人對得無 入狗就深情 這個圓外 就和妹仔一齊 當然 是暗地裡頭 即是變相 這個妹仔呢 就相當於圓外的妾侍 但是圓外就沒有正式給她一個名份 用現在的說話來說 這個小三 非婚姻關係 後來那個妹仔 有個身體 而圓外 身體就越來越差 妹仔看見圓外這樣 心都很暗 一來擔心圓外的身體 而你呢 擔心自己肚子裡頭的孩子 因為她知道 圓外的家人 老婆就反對圓外的立場 即是自己呢 無論如何都不會有名份 那假如萬一圓外過世 剩下自己和肚子裡頭的孩子 怎麼辦 這樣算 圓外一死 她家人肯定就不承認自己 為什麼 承認你分家 才要分多份給你的 肯定不肯 所以呢 這個妹仔 一方面 就假意很開心 終於先鋒了圓外 趁圓外不懷疑 自己寧不起面 就甘致垂女 圓外都幾十歲人 看通看透 怎麼會不知道 妹仔的心思 擔心些什麼 她入妹仔床床床 我就不行了 我寫下個圍著 我 等你們將來兩兒子 都有點安樂日子過 於是乎寫下了字句 是四句一首詩 我首先這樣說 六十一老翁 臨老入花寵 生兒李代物 生女李妙蓉 意思即是說 我都成六十幾歲人 一把年紀 臨老先來老牛召亂草 找了個小三 搞到小三有了生幾 將來的話 如果生出那個孩子 是男的話 就改名叫做李代文 是女的話 就叫做李妙蓉 意思是家人照著 不要拋棄他們 沒多久 圓外就殺手陳華 冤陣 十月懷疑 一朝分別 就生落一個南丁 按照圓改遺囑所說 改個名叫做李代文 你這個李代文 將來的盛大財 做了明代萬曆年間 五部尚書 這個國家的財政大神 不過呢 這些是後話 才不說他 再說 再說 妹仔生了個南丁 家人想說不承認他 但無奈有懸惑的遺囑在那裡 無奈有懸惑的遺囑 我不會聽 我不會聽 吃了都背脊不落 妹仔就知道了 在人屋蟬下 寄人離下 就不是長久之計 與其受這些氣 不如我們兩仔那邪 帶著個小孩 離開了沿岸家 去到附近一條村就落腳 這條村 後門由來就改名叫做虎廣村 兩仔那相依為名 窮 但是這個李代文自小 好生性勤奮好學 他呢 好喜歡責務 對那個時候 同村的人 合錢 請了個拳師來教拳 李代文家裡沒有錢 不可以跟他學 唯有偷偷就來偷師 等拳師教拳的時候 躲起一二角來抓 拳師打幾下 李代文旁邊看 看到了 又跟著你打 一不記得 又數過去看一看 看完又自己打打 不記得又看 就是這樣學 直至就被拳師發現 小孩你幹什麼 沒有 不好意思 我偷師 小孩 你要學就跟我說 我沒有錢 家裡窮 拳師 覺得這個小孩很用心 很狠狠 但我不收你的錢 你過來我教你 李代文高興 好用心 加上自己的勤奮 一會兒已經學成一身的好武藝 後來李代文就去投軍 由於在軍中立下黑黑戰功 一直被提升 後來做到了五部尚書 做了大功 但是他覺得半場黑暗 不想傾襲 不想蹲下去 於是乎就辭官不做 回到你 嚴抱這一順 拿自己的積蓄 就出去省城廣州 開了間商行 自己就做老闆 搞些生意 他媽媽仍然留在虎榜村 李代文現在太孝子 他不忍心媽媽姑娘一個人 他十天八日 就要回去嚴抱虎榜村 探一探老娘親 那當時 由廣州到東 嚴抱就沒有嫖 中間隔著一條河 叫做修水河 全憑刀船過去 在這裡擺盜的 有個沙公叫做潘伯 潘伯為人很好 忠厚老實 加上個人好好心地 如果你要趕著過河 懵抱這麼早也好 晚上的人睡覺 半夜拍醒他也好 只要有急事他肯肯幫你 不會拖手爭 如果有時候帶錢不變 給不夠錢 或者沒錢給 他又不會問你拿 等你下次再照樣到你過去 個人這麼好心 那李代問呢 那李代問呢 也遲 拿一袋銀 有五十兩的白銀 打算拿回去孝敬老娘親 給老娘親使用 下了潘伯的船 和幾個船客一起 坐著潘伯的船 就渡過瘦水河 坐艇的時候 他心不在意 不知道在想什麼 到岸了 大家上岸了 上岸了 哦 你這個李代問猛然一陣 趕快上岸 顧得上岸 那包銀 就留在船上 李代問上岸了 快去探娘親 哎 才發現自己不見了那包銀 哪兒呢 肯定是把船上岸了 不過呢 區區五十兩對他們來說就很閒 等下次我搭回那艘船的時候 見到船家 問是見不見了 再說潘伯 潘伯等人走一看 哎 怎麼有袋東西呢 打開一看 哎呀 誰這麼大猛 整袋銀流在樹下 想想想 會不會是剛才坐在那邊的阿箱 又不確定 又不知道他走到哪兒住哪兒 唯有下次見到他給他 去吧 好了 李代問探完娘親 要回省城自己的雙巷 又去坐艇 又見了潘伯 李代問心想 看怕就流在他的艇上 一落落了艇 潘伯 照樣撐開船 潘伯又怎麼認得 這個李代問呢 他一下子也升不起 那袋銀是他 那麼多的船客 便認得 潘伯是自己撐自己的 李代問覺得奇 是嗎 我上次那一代這樣道 肯定是你收了的 你看到我還不給我 好 讓我搓一下你 潘伯 怎麼樣阿生 潘伯 我看你這陣子 紅光滿面 是不是發了什麼橫財 潘伯聽起來 沒有啊 都是這樣 不是吧 我看你發了橫財 潘伯聽起來這樣 覺得話中有話想起了 阿生阿生 真是不好意思 我不認得是你 你看看這件事是不是你的了 把袋銀一拿出來 是呀 李代問笑 是呀 我上次是賴了這袋銀在那裡 你看看 你看看 李代問打開包庫一看 那袋銀原風不動在那裡 李代問就很感激 潘伯 雖然這些錢我不是太自在 不過幸好只有你 這樣吧 一拿出其中一帝 說一帝銀都五兩銀 給你 我不要我不要 我不是這樣的人 如果我是貪心的話 我就自己代了他 你不要給我 我不要我不要 我不要 堅硬都不濕 李代問好感動 覺得你看 是個普通的老衫工 撐船工 尚且能夠拾金不滿 不過李代問曾經做過大副 現在見到找到發了彈 居然對百姓村民毫無公義 你看 我每天貴家心似子 每次回來坐到船 多麻煩 其他的村民 相信也有人像我一樣 要坐艇過去 將心比心 人家也有娘 我何不做這事 修條橋 等那些孝子言孫 可以方便過河回家探親 想到這一說 李代問決定自己出資就來起錢 跟村民百姓一說 個個都拍手 你出錢我們幫忙沒問題 一會兒一會兒 一會兒一座的石拱橋 就在壽水河上面 修竹河湖 修竹河湖 改名 就叫做通福橋 通福就是通向 李公橋 一座橋 是李代問出資來起 故此 又叫做李公橋 這座橋 有五個橋洞 廣夫人叫洞為之眼 所以這座橋 俗稱為五眼橋 通福橋 李公橋很少人叫 通常那些百姓就叫他做五眼橋 五眼橋喜好 果然很方便那些百姓 李代問心中也很安慰 本來心嫖本路就是一件好事 方便了行人 做福鄉子 誰不知這個李代問 好心辦壞事 害苦了一個人 各位 究竟修這座五眼橋 害死了誰 還有 五眼橋有很多神秘 騎離的地方 有神秘在哪兒騎離在哪兒呢 今期不說 下期的看戲廣告節目 繼續說五眼橋 揭秘五眼橋的騎離的事 我們下期再會 拜拜 下期再對第二隻台 這個感觸就好很多了 那些觀眾說 這個人挺有心 又夠高台 又不錯 第二個班子 又不錯 又患患患患患患高價錢 這些山下 Flug 運時不停地落入 陸長村 山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